有这样一位35岁的飞行员,他打算创造一项最快的飞行记录,于是他驾驶着飞机从法国的巴黎飞往越南的西贡,结果途中出了事故,他被迫降落在沙漠里,只有一个机械是和他在一起,他不知道能不能走出沙漠是不是能够活下来,他思绪万千,自己的过往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掠过。 这段经历导致他写出了一本在全球影响巨大的书。 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小王子》。 这本书名气很大,据说全世界印刷数量最多的书籍,排名第一的是《圣经》,排名第二的就是这本《小王子》。 这本书目前有60多个版本,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语言,从9岁到90岁年龄的读者都有他的粉丝。 这本书的魅力在哪里?为何影响这么巨大? 简单来说,《小王子》讲的是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他唤醒大人曾经失去的童振。 原来,每一个大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认识爱和责任。 这本书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九天的时间里,作者用了六年多的时间来思考它,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写出来,它影响了好几代人。 《小王子》是一个童话故事,他是可以给孩子读的睡前读物,但看过的大人却发出感叹, 这是一个写给大人的童话故事。 很多大人看过后,泪如雨下。 这本书治愈了人心,真正看懂了《小王子》就会理解生命的关键词, 比如说爱、朋友、孤单、责任、忠诚以及死亡。 所以,这期一定要听完,这本书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书中的故事跟作者的经历有几分相似, 为了更好理解书中的故事,我们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 诗人、作家、画家、飞行员 作者的名字是安托万·德圣·艾克苏佩里,他是法国人。 法国的巴黎有一个类似先贤祠堂的地方, 这是为了纪念对这个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迄今为止,这个祠堂里有72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圣·艾克苏佩里。 他的墓制名上面只有一句话, 他是一个诗人、作家、画家、飞行员。 艾克苏佩里出生在法国里昂,他们家是贵族。 作者35岁的时候,驾驶飞机发生事故,迫降在沙漠里。 而书中故事的开头也是一个飞行员飞机发生了故障, 被迫降落在撒哈拉沙漠里,从而遇见了小王子。 所以,这个书中的故事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 书中描写了一些在沙漠中的细节, 当我望向天空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星星都在笑。 这或许就是作者在沙漠中的真实经历。 一个人面对死亡的威胁,居然还能够看到微笑的星星, 作者的内心是多么干净。 所以,作者书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他说,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 作者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位外人眼中的硬汉有着敏感细腻的内心。 他开着飞机执行任务, 他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方式也和故事中的小王子惊人的相似。 下面,我们一起进入书中的故事。 第一个关键词,理解。 故事的开头从飞行员的回忆开始。 飞行员小的时候想成为一个画家。 在他六岁那年, 有一次在一本故事书里看见一幅很棒的图画, 一条大蟒蛇正在吞吃一头野兽。 他就把它画了下来。 可是当他拿着这幅画去给大人看的时候, 大人说这是一顶帽子, 没有什么可怕的。 小男孩非常失望, 他不停地解释, 可是所有的大人依然认为这就是一顶帽子。 大人说小男孩没有画画的天赋。 小男孩再也没有想过要成为画家, 他的梦想就这样消失了。 在这里, 这本书里第一个关键词出现了, 它就是理解。 你有没有发现, 成年人能够理解特别复杂的概念, 比如设计方案、数学题, 可是人们往往很难理解另外一个人。 当一个孩子拿着图画来给你看, 你看见了什么? 你也会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吗? 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很多成长时我们在被迫改变自己, 因为不被理解, 所以小孩子放弃了他的梦想, 他慢慢地长大, 可能就会长成自己并不太喜欢的模样, 像你我一样。 故事中的小男孩孤独地生活着, 慢慢长大。 成年后, 他成为飞行员, 在一次飞行中, 他飞机出了尸骨, 迫降在撒哈拉大沙漠。 就在这段时间里, 他和小王子相遇了。 小王子请飞行员给他画一只绵羊, 飞行员不会画绵羊, 他小的时候只会画一幅画, 就是那个帽子。 于是他给小王子画了这幅像帽子的画, 结果小王子说, 我不要大蟒蛇肚子里的大象, 给我画一只绵羊吧。 小王子看懂了这个飞行员的童年。 或许, 孩子的眼中没有世俗的种种, 更容易看到事物真实的样子。 飞行员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 竟然有人能够理解这不是帽子。 飞行员开始认真地画绵羊, 但小王子都不喜欢这些绵羊。 最后, 飞行员画了一个纸盒, 他跟小王子说, 你的绵羊就在盒子里。 小王子说, 我就要这一个。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这两个人立即在这个时候达成了共识。 小王子跟飞行员的相遇, 就是这样从彼此理解开始的。 接下来, 飞行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搞清楚了小王子究竟来自哪里。 小王子来自哪里? 小王子来自一颗非常非常小的行星, 叫B612小行星, 它只有一座房子那么大。 B612小行星背后也有深意, 它现实中确实存在。 一位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在1909年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到过它。 这本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在一次大会上, 这位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展示了这个重大发现。 可是, 由于他穿的是民族服装, 谁也不相信他。 大人们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喜欢以貌取人。 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 拿什么样的包包, 他就有什么样的地位, 别人才会听他说话。 第二次, 在1920年又一次召开大会, 这位天文学家穿上非常优雅的衣服, 重新发表了他的报告。 这一次所有的人都信了。 比612小行星的故事代表什么呢? 作者埃克苏佩里说, 枯燥的大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有趣的小孩子了。 大人们喜欢数字, 你跟他们说起一个新朋友, 他们不会问这个新朋友是不是很有趣, 不会问他的嗓音怎么样, 不会问他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但他们会问他几岁了, 他有几个兄弟, 他有多高, 他爸爸挣多少钱, 好像只有通过这样的数字, 他们才了解这个人。 孩子充满好奇心地感受这个世界, 而大人在意的是那些数字。 飞行员说, 他离开沙漠后会经常向人讲述他跟小王子的故事, 因为他是为了记得他。 忘记一个朋友是很悲伤的事情, 大人们常常会忘记朋友。 作者埃克苏佩里一直坚持纯净的心, 他借小王子的故事, 让我们的心慢慢变得柔软, 恢复童真。 小王子的B612小行星上,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第二个关键词, 爱。 有一天, 小王子发现自己的星球上面长出了一种很奇怪的植物, 它是一朵玫瑰花, 之前从未出现过。 他爱上了这朵玫瑰, 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小王子告诉飞行员, 他爱上了一朵花, 这朵花现在还在遥远的B612行星上。 这朵花是独一无二的一朵, 小王子只要望着星星, 就会感到很快乐。 飞行员很好奇, 小王子为什么要离开B612行星, 离开那朵玫瑰, 他让小王子讲述一下它和玫瑰花之间的故事。 小王子说, 有一天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颗种子, 它在B612行星上发芽了。 小王子小心地盯着这棵幼苗, 它与众不同, 它准备开花。 小王子目睹了这朵花的诞生, 感到某个奇迹就要发生。 什么是奇迹? 当我们投入事情观察, 就会发现, 原来之前以为理所应当的一切都像奇迹, 哪怕是太阳穿过三万米高空照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都会觉得, 这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用心感受很重要。 这朵玫瑰花是非常骄傲的, 它不停地装扮让自己美丽, 它精心挑选自己的颜色, 缓缓地穿上衣裳, 一片一片调整花瓣。 终于, 在一个早晨, 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它终于盛开了。 小王子情不自禁地赞美说, 你真美呀。 可不是吗? 那朵花不谦虚地回答。 接下来, 这朵花要求小王子为它服务, 比如说它怕疯, 怕虫子, 想要喝水, 小王子为它忙前忙后。 可是玫瑰花总是有一点虚荣心, 所以它开始提一些过分的要求折磨小王子。 小王子开始觉得, 这朵花有点复杂, 慢慢地, 它就觉得不太开心了。 因为不能好好地相处, 所以小王子决定逃离自己的玫瑰花。 小王子向玫瑰花告别, 玫瑰花没有责怪小王子, 反而对小王子说, 你一定要快乐起来。 玫瑰花虽然也爱小王子, 但它的骄傲却让它没有挽留小王子。 它是一朵非常骄傲的花。 而骄傲往往就是在掩饰自己的感情, 这是大人们会做的事情。 人长大后, 不会在像孩子的时候, 轻易显露自己的感情。 小王子离开了玫瑰花, 离开之后, 它就开心了嘛。 第三个关键词, 成长。 小王子要怎么来找回它的快乐呢? 小王子在离开玫瑰花, 离开B612小行星之后, 经历了一系列的故事和遭遇。 这些遭遇让小王子逐渐成长。 在离开这段时间, 小王子去了很多地方, 也遇到了六个人。 这六个人, 也是这个现实社会上很多人的影子。 我们先从第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就是国王。 第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总是要发布命令。 对这个国王来说, 他拥有一切, 所有的人都是他的部下。 可是, 这个小行星小到根本没有其他人, 只有国王。 国王到底在对谁发布命令呢? 小王子很累, 打了一个哈欠。 国王不准小王子打哈欠。 小王子说, 我太累了, 没办法控制自己。 国王说, 那好吧, 我命令你打哈欠。 这就是国王古怪的逻辑, 发生任何事, 一定要在自己的命令和控制之下, 否则那就是不被允许的。 小王子觉得这个星球太无聊了, 他就决定离开。 国王没有办法挽留住他, 就跟小王子说, 我任命你做我的驻外大使, 命令你离开。 的确是这样, 一些成年人权利的欲望膨胀的时候, 总误以为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利, 想控制一切。 可是时真的是这样吗? 别人想什么啊? 他自己能控制吗? 接下来, 小王子来到了第二颗星球, 这里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在爱慕虚荣的人眼里, 所有的人都应该仰慕他, 他应该得到欢呼, 赞美, 别人不停地向他致敬, 这样他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 有些成年人就是这样, 他们是那么爱虚荣, 他们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在别人如何评价上面, 别人如何看待他。 下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 这个酒鬼很有趣, 他一直在喝酒, 这个酒鬼满脸的忧愁, 他喝酒是为了遗忘, 遗忘什么呢? 忘掉喝酒的羞耻。 一些人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走得太远, 已经忘掉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成年人的世界, 还有谁还记得自己的初心? 还有谁还记得自己年少的 理想? 还有谁还保持着内心的纯净? 小王子来到第四颗星球, 这颗星球属于一个商人, 这个商人非常忙, 小王子都走到他的面前了, 他都没有抬起头看一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在算账。 这像不像, 世界上有些著名的富豪, 一千美金掉在地上, 他们都没有时间捡, 因为他忙着赚大钱。 商人告诉小王子, 他自己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商人说, 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拥有很多钻石, 很多岛屿, 很多专利, 很多星星。 而小王子的想法和商人完全不一样。 小王子说, 我拥有一朵花, 我每天给他浇水, 我拥有三座火山, 我每周都会打扫他们一遍。 那这样的话, 我对他们都是有用的, 这才是我的价值。 成年人的世界充满商业化, 一些人用所拥有的东西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但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应该是对别人到底有什么用, 能给别人提供多少帮助。 接下来, 小王子来到了第五颗星球。 这颗星是最小的, 小到只容得下一盏街灯和一个点灯人。 他的工作就是点亮街灯, 就好像让一颗星星或者是一朵花诞生。 他熄灭街灯, 好像就是让星星和花入睡充满了失忆。 他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职业, 因为有用, 所以美好。 点灯人很忙, 他每天就这样点亮, 核关吊着街灯。 小王子觉得, 这个人也许做的是很渺小, 可是正因为他在忙着工作, 不是只关心自己, 所以这个点灯人非常值得他尊敬。 点灯人像不像身边忙碌的普通人, 虽然他们做着微不足道的工作, 但他们却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接着, 小王子来到了第六颗星球, 这颗星球很大, 上面住着一位地理学家。 小王子问地理学家, 你的星球很美, 它的海漂亮吗? 地理学家回答,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探险家, 地理学家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能离开办公室。 有没有发现, 这就像很多人知道很多的道理, 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为什么? 因为道理永远不等于真实的时间, 一些人听说了很多海的故事, 但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 这样不是真实地活过这一生, 生活是需要去经历, 去体验的。 地理学家告诉小王子, 他从不记录花, 因为花是短暂的。 地理学家提醒了小王子, 他的玫瑰花很快就会消失, 他却把花独自留在家里。 小王子走了, 他惦记着他的花。 有没有发现, 很多永恒的东西, 其实是不能激发起我们的感情的。 只有当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短暂, 它稍总即逝, 我们才会觉得倍加珍惜。 那么, 当我们拥有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好好地去拥有它, 好好地对待它。 小王子离开了地理学家, 他来到了第七颗星球, 这颗星球就是地球。 在地球上, 小王子遇到了沙漠里的飞行员, 也经历了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 小王子的地球之旅 地球之旅是最美妙的部分, 这本书的结局部分会在这里出现。 小王子在地球上遇到的第一个生命是一条蛇。 这条蛇告诉小王子, 它来到的星球是地球。 小王子觉得很孤独, 这里是沙漠, 没有其他人。 蛇问小王子, 你想去哪里? 我可以送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能解开所有的谜。 作者埃克苏佩里在这里埋了一个伏笔。 在结尾的故事里, 这条蛇非常重要, 它牵扯到了小王子的结局和这本书的结局。 小王子离开蛇之后, 它穿过沙漠, 峭壁和雪地, 终于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是个花园, 花园里面开满了玫瑰。 在这个时刻, 小王子崩溃了。 小王子原本以为, 自己在B612小行星的那朵玫瑰是独一无二的, 可这个花园里盛开着五千朵玫瑰花, 它们竟然一模一样。 这就像一个人逐渐长大的过程。 小的时候, 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孩子, 可长大后, 我们发现自己是普通大众的一个。 我们认为自己会有独一无二的命运, 可是长大了之后, 活成了一个普通人。 那小王子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整本书最美妙的部分就在这一时出现了。 这时, 一只狐狸出现了, 它解答了小王子心中的困惑, 治愈了小王子的内心。 我们来看看狐狸和小王子发生了什么。 小王子看见狐狸很漂亮, 想跟狐狸一起玩。 狐狸回答说,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 因为我还没有被你驯养。 驯养, 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狐狸告诉小王子, 驯养的意思就是建立关系。 狐狸告诉小男孩, 对我来说, 你只是成千上万的小男孩中的一个。 对你来说, 我也只是成千上万的狐狸中的一个。 我们都很普通, 可是如果你驯养了我, 我们就彼此需要了。 你我就是彼此独一无二的。 听完这句话, 小王子想起了自己的那朵玫瑰花。 那朵玫瑰花, 他已经驯养小王子了, 所以他对小王子来说, 才是那么的独一无二。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这段话, 我们就会知道跟人建立感情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亲人、朋友、爱人, 如果你和他建立了感情, 他就不再是云云众生中的普通一个。 你会牵挂着他, 他的喜怒哀乐也会牵动你的心。 狐狸对小王子说, 请驯养我吧。 很多人看到这一段都非常感动, 因为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一个承诺。 张爱玲曾经讲过, 一个女人肯让一个男人养他, 这意味着信任, 意味着自己愿意和对方建立情感连接。 如果我们敢于信任别人, 敢于把自己交出去, 这个就是一切改变的开始, 这意味着要踏入另一段关系。 小王子问狐狸, 我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 当我们爱上了一个人, 一件事或者是一朵玫瑰花, 常常不能够好好爱它, 所以该怎么做就成了 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 狐狸告诉小王子, 你得先有耐心, 远远地观察我, 但什么也不要说, 因为语言是误会的源头, 但是每一天, 你都可以做得离我更近一点, 这就是整个训养的开始。 于是, 他们开始了尝试着彼此训养。 第二天, 小王子来了, 狐狸对他说, 你最好在每天同一个时间来, 这叫仪式感。 很多人看到这里, 泪如雨下, 仪式感是生活中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仪式感意味着对这个人的重视, 对这件事的重视。 小王子问, 什么是仪式? 狐狸说, 这是被很多人忘掉的事, 就像朋友一样, 人们常常忘掉他, 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 比如说, 猎人每个周四都和村里的姑娘们一起跳舞, 这一天是不打猎的, 那么狐狸就可以不担心遇到猎人, 她可以到葡萄园去散步。 我们有了意识感, 这个人对你来讲就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是对你来讲也是独一无二的。 小王子跟狐狸之间完成了彼此训养, 但接下来, 小王子还要往前走, 他终究还是要跟狐狸告别, 所有的东西都有代价, 幸福的代价就是离别的感伤。 狐狸对小王子说, 今天是告别的时候, 我会送给你一个我的秘密, 你先去玫瑰园里去, 回来后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小王子来到玫瑰园, 他再去看那五千朵玫瑰花, 已经完全释怀了。 他对那些玫瑰花说, 我的那一朵玫瑰比你们全体都重要, 为了它, 我浇水, 我照上玻璃罩, 我用屏风保护它, 我杀死了那些毛毛虫。 我听它抱怨或者吹牛, 我都很开心, 因为它是我的玫瑰。 这就是所有感情产生的原因, 因为付出, 所以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牵绊, 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感情。 小王子又回到了狐狸的身边, 狐狸说, 我的秘密只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 它就是, 只有用心看才能看清楚, 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 狐狸说, 用心去看才会看清楚, 比如, 你训养了另外一个人, 你对他就永远有责任, 那五千多玫瑰花对你没有牵绊, 但你对你的玫瑰花永远有责任。 小王子和狐狸的相遇, 是这个地球上奇妙的相遇, 就像我们和亲人, 朋友, 爱人的相遇一样。 感情的牵绊是因为彼此的付出, 训养意味着责任。 那接下来, 小王子又遇到了什么呢? 这本书的结局非常上感, 但也非常优美。 结局, 小王子的离开。 飞机在沙漠里第八天, 飞行员和小王子决定出去找一口井。 在找井水的路上, 飞行员发现沙漠也这么美。 小王子告诉飞行员, 沙漠很美的原因, 是因为他藏着一口井。 这句话触动了飞行员, 他忽然理解沙漠里的神秘之光了。 沙漠里的神秘之光代表什么? 它就是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希望之光。 如果你一旦相信努力之后, 终归会带来好的结果, 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吗? 你会觉得命运是会转折的, 会闪闪发光的, 一个普通人也会变得与众不同。 小王子累了就睡着了, 飞行员把他抱在怀里继续赶路, 飞行员突然觉得很感动, 好像抱着一个脆弱的宝贝。 你有没有这样注视过自己熟睡的孩子, 父母或者是身边的爱人? 如果有, 你就会理解这种感受。 小王子和飞行员在天亮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口井, 他们喝了水, 开始休息。 小王子说, 我又想起我的玫瑰花了, 我要对那朵花负责任。 飞行员感到一种异样的忧伤, 小王子想要跟飞行员说什么? 没错, 是告别。 小王子离开了B612星球, 经历了这么久的跋涉, 他终于找到了心中问题的答案。 他知道自己深爱着那朵玫瑰。 小王子想要回到他的B612小星球上了, 他已经越来越接近, 他第一次降落在地球的地方了, 他在跟飞行员告别。 在那口井的旁边, 有一堵废弃的老石墙。 第二天晚上忙完手头的事情, 飞行员突然发现小王子在石墙边说话。 小王子说, 你有好的毒液吗? 你确定不会让我太难受吧? 小王子在跟谁说话呢? 没错, 就是那条蛇。 他曾经告诉小王子, 他可以把小王子送去很远的地方。 飞行员惊慌失措地往前跑, 可是等他到达后, 这条蛇早已经没入沙里不见了, 只留下脸色苍白的小王子。 小王子虚弱地对飞行员说, 很高兴你修好了飞机可以回家了, 我也一样, 今天就要回家了。 这是小王子跟飞行员的告别, 跟地球的告别。 他选择了让那个毒蛇咬了自己, 他认为这样可以回到那朵玫瑰花身边去, 回到B612小星球。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没有人知道, 故事结尾没有交代。 他被毒蛇咬了之后, 他的灵魂能够回到玫瑰花的身边吗? 这是一个谜。 但小王子选择了这么做,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回到玫瑰花身边。 小王子对飞行员说, 天上的星星都沉默着, 但对于你来说, 你将拥有别人没有的星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们彼此驯养, 他们是好朋友。 当飞行员晚上仰望天空时, 因为小王子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 所以飞行员会拥有别人没有的星星。 最后, 有一道黄光在小王子脚踝附近闪了一下, 它像一棵树那样慢慢倒下。 这是小王子离开地球, 或者说是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刻。 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不能相信这个结局, 他们会反复地问小王子死了吗? 他有没有回到B612小星球? 有没有回到玫瑰花的身边? 作者埃克苏佩里并没有明确小王子去了哪里, 就像他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告别方式一样。 作者埃克苏佩里在写《小王子》的时候, 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和内心纯净的人, 可却看着人间悲剧上演。 他被迫流亡到美国, 在那里写下了《小王子》。 但是他非常热爱他的祖国, 所以在43岁的时候, 他毅然地放弃了他比较安全的生活, 又参加了抗击德军的部队。 他还是当飞行员, 驻扎在非洲的北部。 1944年的7月31号, 埃克苏佩里驾驶着飞机飞越法国南部 去执行一项任务。 然后他就像小王子一样, 消失在蓝天中, 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人找到那架飞机, 也没有人找到他的遗体。 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他是真王啊, 更多的人说他就是小王子, 他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星球。 其实, 人的生命不是永恒的, 每一个都会面临人生的终点。 这可能也是我们都要面临的 人生的终极考验。 最让人困惑, 最让人难过的, 是跟自己最亲爱, 最舍不得的人告别, 一些告别成了永别。 我们常常会很纠结说, 为什么一些亲人永远地离开了? 为什么曾经那么相爱的人, 转眼就离开自己了? 读了, 小王子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深邃的问题。 一切都是短暂的, 小王子会离开, 玫瑰会枯萎, 狐狸会老去, 艾克苏佩里也会离开我们, 因为它短暂, 所以才显得它的珍贵。 人生都是有限的, 既然那么有限, 那我们就要活好每一天。 就像这本书里, 小王子用心地训养了玫瑰, 而狐狸和小王子相互训养, 飞行员和小王子之间彼此训养, 因为相距是短暂的, 离别总是难免的, 那何不用心珍惜相处的时光, 耐心去对待对方? 重要的东西要用心去感受才能看清楚, 而不是仅仅用眼睛看。 即使他们离开了, 我们还可以怀念对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彼此建立了情感连接, 我们彼此付出过, 我们是彼此的牵绊, 我们是彼此的独一无二。 生命终会归零, 那些看似永恒的东西也会烟消云散, 我们要怎么样活好自己的人生呢?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 这期的解读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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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